大家好,这两天杨恒均被抓了啊 杨恒均他原来就是国安部的特务啊 这有一篇文章啊 写杨恒均在美国跟台湾的情报机构的人 勾心斗角啊,互相利用啊 是吧,有来有往啊 是吧,这么一个过程啊 当然这当中还牵涉到了美国的情报机构的人员啊 1997年8月,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香港 来到了华盛顿一家著名的智库 大西洋理事会 就很多智库都跟政府啊 情报机构啊 都有这种牵扯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从事中美关系和中美核子武器 政策的相关研究 核子武器就是核武器啊 这期间 认识了不少来自台湾的朋友 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国军的啊 中华民国国军的啊 这个研究机构和国军政治部门的 国军政治部门就叫政战部门 政战部门 是吧 就是叫大陆有个叫总政治部 现在叫军委什么联合什么什么 过去就叫总政治部 总政台湾叫总政战部 总政治作战部 叫政战军官啊 政战官 大陆就叫政治部的啊 和台湾来的相处 虽然互相都怀有敌意 但表面上尚能维持啊 然而有一个机构的台湾军方代表 就另当别论了 我说的是台湾驻华盛顿武器 采购小组的台湾军人 他们不像我在研究机构 或者台北驻华盛顿办事处 碰上的台湾人 他说这个台北驻华盛顿办事处 就是大使馆就叫双向园 就是肖美琴干了好几年的这差事啊 双向园 实际上就是台湾的地下大使馆 他们有机会贪污腐败 对他大把大把的花钱呀 所以财大气粗 大多不学无术 满嘴脏话 大概是因为在购买美国武器的过程中 常常受到中国大陆的刁难 外交上给压力啊 所以对我们这些大陆来的 就一视同仁的 怀了一肚子怨气 记得1998年农历春节前 在大华府地区 北边的马里兰 马里兰州的一家华人涮羊肉饭馆里 我碰上了这帮人也在就餐 大家话不投机 差一点打起来 他们当时虽然人多 但我毕竟是武当山下的子民 他老家不是湖北隋州吗 是吧 那地方离武当山不远 从小洗武并不怕他们 加上那饭店 都是大陆移民开的 大陆人开的 而且我一个国际盲流 他吧 是吧 这个杨恒均也到过香港 也到过澳洲 也到过美国 是吧 他们却是正式代表台湾国防部的 我并不怕把事情弄大 结果是他们先动粗口 先骂大街 先骂人的 最后也是他们先退缩了 这也是不打不相识吧 有一句话叫不打不成交 不打不相识 我后来在一个正式场合 见到了其中的两个 分别是少校和中校军阶的 军阶的采购组成员 虽然仍然少不了冷嘲热讽 但总算是握了手 不然 难道要在美国人的招待会上 来一场台海大战的闹剧吗 看来做东的 邀请的是美国人 多少年过去了 时过境迁 就在我淡忘这件事的时候 有一天突然碰上了当时的武器采购组的国军少校 他和我谈话的态度变了 而我也因为对台湾的民主抱有一定的认同 而不再一味的敌视他们 他告诉我 他早就离开台湾移民美国了 我没有说什么 但脸上露出了不置可否的表情 他看出来了 他解释道 因为民进党上台了 他看不到前途 担心两岸真打起来 不过民进党上台了也24年了到现在 是吧 阿扁 阿扁两个任期吧 当然不全是民进党 中间是马英九的八年 阿扁是2000年到2008年 蔡英文是从2016年到现在 是吧 干了16年民进党 也没打起来呀 对吧 所以他自己作为国军 肯定是要充当炮灰的 那你怕打仗啊 你军人难道怕打仗吗 那军人你不就是为准备打仗吗 你还要怕吗 对吧 你这种卫战情绪 如果都像你似的那干脆投降好了 对吧 他还补充说 反正也适应了美国的生活 于是回去后就找机会退伍了 两年前已经全家移民美国了 我心里想他大概是贪污了钱 或者是不受民进党重视而开溜的 什么害怕台海大战呀 不过是借口而已了 我当然没有必要戳穿他 只是笑笑 开玩笑的祝贺他 并告诉他 如果他要移民 也应该选择新西兰呀 因为台海大战爆发的话 华盛顿更不安全呀 美国得卷入 是吧 美国向中国发射飞弹导弹 中国也会向美国发射导弹 飞弹 都是在捣乱 是吧 他听后哈哈大笑 分手时 他约我第二天喝咖啡 我答应了 其实当时 我也早就离开了华盛顿 这一次只是回了半点事 不过他指的这个国军少校 大概并不知道